吳非凡出生是一个粤剧世家 家里面每一个人都热爱粤剧 他从小就住在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自然村 那里有剧团也有杂技团 小小吴非凡就经常跟着爷爷去看电影 粤剧当中的服装、化妆、音乐、演员的精彩表演 都深深吸引着吴非凡 那战战他就爱上粤剧了 粤剧在他的心中播下了种子 那时候他就跟爷爷说 他说将来长大之后 他也要登台做大戏 吴非凡十一岁考入广东粤剧学校 接受长达六年的系统粤剧专业艺术学习 他师承谭佩儀、红线女、魏惠英等前辈 毕业之后在粤剧舞台摩扒滚打17年 先后在广东粤剧院二团、广州粤剧团、广州红豆粤剧团 担任花蛋、刀、马蛋 吴非凡扮相清秀、桑音甜美唇厚 他的表演以唇真、朴实、细离注清 唱、造、念、打、并佳 在唱歌艺术上 除了吸取粤剧的传统唱法之外 更加着力于戏曲演唱中歌唱性的探索 因而颇受观众的欢迎 麦西方无日才闻 夜、闹路云亚 夜、闹路云亚 夜、闹路产不离烈 多门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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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经过多年的舞台磨练 始于运用各种声康和身段 塑造人物 无论是飾演深龟小姐 亦或是悲情角色 塑造不同背景、性格、制愈、 心境各不相同的人物形象 都能全程投入行康流畅 高低自愚、富有温美 深得行家和观众的喜爱 从藝那么多年 其实就有很多名师 指点过我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 应该是很幸福 小时候在学校的时候 就有红老师 去到学校 就去指导我 出来之后 就跟着我师傅 其实那时候 鸣姐 就是牛莉鸣 那时候还不是我师傅 其实我跟她 真的很有缘 因为为什么呢 我就看过她做个花鱼影 我就一下就迷上了她 那我就说 哎呀 我一定要入这个 阿姐的团 那时候叫阿姐 阿姐的团 那样 刚好遇上她的团 就叫招人 那你知道 那时候她们招人 就很正式 那我就很正式地来 就去面试 面试很顺利 过了关 那还跟师傅 那时候 当时有几句说话 说 她说 为什么你会来我们团 面试呢 那我就跟她说 因为我想跟你学东西 其实这个契机 就是师承是这样开始 其实在她身上 无论在艺术上 唱刊 表演 做人 其实是学了很多东西 自己回头一看 其实 时间观念 对人的处事 接物 各方面的东西 其实是很重要 直接到是影响了你 是对这个专业 你对事情的一些责任心 我师傅 这种精神 是我的一面镜子 自己认定的东西 自己度过 觉得OK 就去做 吴非凡从艺期间 一直对粤剧潜心转言 精益求精 曾经在《白蛇传》 《阳门女将》 《白宝公主》 《雨滴青》 《瑞黄雨妆妃》 《雕榴》 《鸣鸣劫》等戏中 担任领涵主演 2015年5月 《鸣鸣鸣劫》 《鸣鸣劫》 《荣莫第27届》 《中国戏剧梅花奖》 《一道梅》 《鸣鸣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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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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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下劍,你怎無厭 疫情傷,開戰典 傷,已戀,受心怨 疫情 共對相見那夢世 故政三生息相見 念你心見一見 望天生已無緣 人與關,此關我願 心見一見 雲討月,於光已見 念你心見一見 念你心見一見 你心見一見 心見一見 你心見一見 心見一見 心見一見 念明心 梁世梦幻 若变深 先与变深箭 等此歌 这种 又有什么 我 难 非得上定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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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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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以我们当时那种很专注 我就是学这个专业的 我以后可能我吃这碗饭 就是以我现在学这件事 然后出到社会 以这件事证实我自己人生的价值 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 粤剧本来它是一个很有根基 很深厚 对于它们来说是很遥远 是很古老的东西 那你怎样才可以将它们认为 和它们是会靠路 我现在的教育的思维去到学校就是 有趣味性 科学性 然后有阶梯性 长期性去发展 这样去令小朋友 进入一个教学的课堂里面 首先是讲趣味 就是你要将这个趣味 结合自己学的东西 和结合到它们的眼光 它们喜好的东西 比较接近的东西 这样去结合在一起 然后令它们去接受你 所以我认为全成 全成它不只是说我们 我们作为一个演员 走到校园里面去 单对单同 你见到哪个好的名字 你就拿着哪个 不只是说 那个是你的徒弟 你就教 不是的 我认为作为一个全成者 其实除了是自己 他有自己的全成人 还有我要师承 哪个老师 其实还很关键的是 我们要远时一个责任在里面 将它们更新满代的东西 能够和它们可以接替得到 即适应得到它们 这样才可以达到真正顺利 能够完成全成这个效果 这个以后将来开花结果 一个这样的意义在里 历年来 由他所参演的多部粤剧 以慧民演出 宋戏下乡 宋戏进校园 粤剧艺术中国行 和各项粤剧晚会 和戏曲表演节目 等活动形式 在国内多地多场次演出 2017年12月 吴非凡 以主演、领唱新品 参与广州粤剧院 倾力打造的大型节目 粤剧《相遇岭南》 《南国红豆勁芳菲》 和以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 《奉起花之城》 分别精彩亮相于 广州财富全球论坛的开闭幕式 节目《气势灰宏》 向世界展现粤剧魅力 展示文化自信 冠冯大学们 冠军 slash 风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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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